这是风云中的最终一战 熊霸打碎龙脉成为混世魔 又不择手段抓来了楚楚四人 将四人绑在皇城前的石柱上 等待聂风和不经云自投罗网 风云两人没有令熊霸失望 果然来到了皇城救人 小娃娃 你真是犯了兵家大计 天下贵从来不会留下我口 所以我必须为这个佳儿战 听到不经云要为佳儿战 熊霸心中非常不屑 放言要送他们一家人上西天 话不投羁绊修多 不经云认为多数无益 准备联合聂风合力斩磨 好 为徐一刀奉起金脉 你司机和其魔性真元 好 最终决战拉开序幕 灭风手持刀中王者血影狂刀 不经云手拿剑中至尊爵士好剑 两柄当时的神兵力气 再次合力对付起了熊霸 然而入魔后的熊霸更加恐怖 不仅可以轻松躲避两人的挥卡 还能紧凭血肉之躯 抵挡两柄神兵力气的攻击 再加上聂风失去魔血 只能用出魔刀的招式 无法发挥魔刀的真正威力 而不经云又是拖家带口 动起手来束手束脚 需要分神保护胸前的不停 因此即便风云两人合力 也依旧奈何不了熊霸 熊霸竟然徒手抓住绝世好剑 然后一掌拍在不经云的胸口 将不经云打飞了出去 聂风剑撞缠住熊霸 眼见魔刀不起作用 下意识地用出了最擅长的风神腿 熊霸知道风神腿的破绽 同样使出风神腿还击 将聂风打得口吐鲜血 不经云见识不妙 用力致出绝世好剑 熊霸眼中寒光一闪 并且魅力使出三分归元气 轻松化解了不经云的攻击 不经云反手接过绝世好剑 用出了自创的三霸剑 不经云不敌熊霸的三分归元气 还差点连累了怀中的不停 再看聂风重整起鼓弓向熊霸 熊霸再次表演空手陆白刃 一把抓住聂风的腰子 瞬间让聂风动弹不得 随后用力把聂风扔飞了出去 聂风刚刚落地变口吐鲜血 显然是受到了重创 恰巧此时 已经到了53克天狗时日 熊霸即将成为真正的混事魔 熊霸一边接收云端信号 一边抵挡两人的攻击 竟是显得游刃有余 风雨两人跃上半空 血影刀和绝世好剑发生碰撞 猛地变成了信号干扰器 阻断了熊霸的信号传输 风雨两人见这招效果显著 连忙飞身来到熊霸上空 两柄神兵力气急速碰撞 倒到金光差点亮瞎熊霸的魔眼 两人趁胜追击使出魔科无量 耀眼光芒四射而出 彻底中断了熊霸的信号连接 聂风抓住机会从天而降 四十米大刀猛地劈在熊霸肩头 谁知熊霸依旧非常顽强 抓住血影刀的同时 连续竖掌拍在聂风的身上 聂风情况危急命悬一线 不经云给熊霸来了一个透心凉 熊霸和聂风先后倒了下去 不经云连忙来到聂风身前 查看起聂风的情况 发现聂风的气息非常微弱 恍如微风中的一丝烛光 随时都可能熄灭 顾精云紧紧抱住聂风 嘴里说着情谊相许生死相交 而聂风有着主角光环的加持 自然不可能就此领了盒饭 理所应当地清醒了过来 熊霸死了没有 熊霸死了 熊霸死了 真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风云两人成功消灭熊霸 主角团却并未折损一人 唯一的遗憾就是第二梦 为救聂风壮烈牺牲 风云第一部的故事就此结束 让人看了意犹未尽 而实质特效更加发达的今天 却再也拍不出这种优秀的作品 不得不令人反思 感谢观看